今天Focus的国际人物要来看的是 曾经拿下奥斯卡奖影帝 美国知名的男星威廉·赫特 在80年代演过了很多个全球知名的影片 13号传出在家中安详过世 享受71岁 威廉·赫特有帅气的外形 而且演技精湛内烈 他在整个80年代踏入好莱坞之后 立刻成为男一当红炸子鸡 他的《蜘蛛女之吻》当中 阴柔同志的角色横扫了当年奥斯卡 坎承跟英国影艺学院各个奖项 都轮影帝大奖 1989年又有意外的旅客 拿下了台湾金马奖最佳外片的男演员奖 90年代之后他以配角为主 这几年还在漫威的《复仇者联盟》系列电影中出现 那么这次听到他辞世的消息 很多影迷都相当怀念 他是风流替挡的新闻主播 也是一个把机器人当成亲生儿子般的慈祥父亲 言什么 像什么 总是能和角色合而为一 以自身经验为出发 有着斯文外表和内敛演技 他是美国老牌男星威廉·赫特 13号传出在家中过世 享受71岁 我们今天有些残酷的新闻 要分享给你们 Oscar winner William Hurt 已经在71年 只要一周他变成72年 最最近你会看到他 很多 Marvel 超人电影 年纪的粉丝可能会知道他最好 电影像《Ciss of the Spider Woman》 《Broadcast News》 和《The Big Chill》 威廉·赫特是舞台剧演员出身 毕业于纽约曼哈顿 顶级表演艺术学校 朱利亚学院 当年的同班同学 还包括饰演超人的知名 美国男星克里斯多福·李维 1980年代一脚踏进好莱坞 以《蜘蛛女之吻》中 饰演阴柔的同志 精湛演技横扫奥斯卡 堪承影展和美国电影学院奖影帝 1986年再度以悲怜上帝的女儿 获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提名 该片让听障女星玛丽麦特林 当年一举夺下金奖影后 两人甚至假戏真作而同居 他13号出席美国评论家选择电影奖 提到赫特是满满的不舍 在串流平台崛起的时代 赫特也搭上这股美剧风潮 在2016年开播的《律政巨人》中 饰演一名律师事务所的藏进人 因为曾遭火吻而毁容 充满仇恨的邪恶操盘手 和男主角别利鲍勃松顿 有多场精彩的斗志对决 深层演技让该剧制片印象深刻 赫特近年来的电影作品较广为人知的 包括漫威复仇者联盟系列中饰演的雷霆罗斯将军 他的死讯由儿子对外公开 强调父亲是在家人陪伴下平静离世 没有说明死因 但他曾在2018年宣布自己 罹患涉乎腺癌末期 曾经的影帝陨落 影坛与影迷纷纷坠一丝怀笑 TVBS新闻综合报道